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Nanelle 找旁边的是分析师Brenn老师 那今天一样 请Brenn老师在我们的美股周报单元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周最重要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消息 第一个我们看来一样是美国 川普的女婿呢 她本周在白宫会见了 18间科技公司的CEO 其实她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不是谈之前川普和他们的一些紧张关系 主要是希望他们来协助白宫成为 全世界最先进的一个总统府 一下是骂人家 一下又拜托人家 但是科技公司大佬还是蛮赏脸的 都答应了 是他们肯定要答应的 没有办法 我们曾经来说 美国强悍于世界上有两个重要的依据 一个呢是华尔街 一个是好莱坞 那随着近些年世界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呀 科技类的公司已经占到了龙头的一个地位 那包括马云前两天在底特律的这个演讲当中也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会是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科技的一个先进技术 非常重要 那白宫的这个 我们看到白宫此次的发言 其实是不无道理的 那如何抓住科技大佬们 他们所谓的纳斯达克 所以这些科技巨头 他们手里面很有钱 他们手里面有科技 什么都有 对 他们的如果能全力辅佐的话 那我想美国再继续称霸的这个时间 还会继续扩大的 是 所以川普可能也有借这个机会 既然有求于人 是不是要缓和一下跟人家一些紧张关系 包括巴黎气候协定 这个 真的是 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 Tesla的老板 Elon Musk 很生气 他说我们要退出 因为Tesla是一家能源类的公司嘛 我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川普 他过多的想要恢复传统能源行业 一些传统行业的一些 可能说是老思想吧 或者怎么样的 科技大佬们有点不买账 所以可能趁机联合一下 对 是 好的 那么继续一样是科技大佬之一 Amazon Amazon他买了 Whole food呢 这个先起的这个市场千层浪 还在继续 因为呢 Amazon即将对Whole food进行改造 有可能是他们希望要降低 整个Whole food 更加的高端 高价的这个形象 所以很有可能 他接下来会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裁员 另外一个就是改变他们那个 供货商的一个渠道 不然觉得都有可能发生 对不对 都必须会发生的 必须 对 上个周我们做过亚马逊的这个专题 当时我们说 其实对零售行业的影响 并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Whole food 他处于的这个位置 已经太高端了 他的所有的这个物品的价格 出售比较贵 他不适合美国所有的 这个工薪阶段的这个薪资 那这个周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说亚马逊准备给候夫的降价 在保证物品质量的情况下 还有降低价格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因此我们看到Costco啊 沃尔玛 Target 在本周呢 还是延续着一个继续下滑的一个状态 如果不降价 肯定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现在降价的话 这些零售大佬们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是搭皮绷紧了 那另外呢 是Uber 最近风风雨的Uber呢 他们的创办人离职了 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因为母亲过世的原因 但事实上是因为整个 敌不过整个Uber内部的一些权力斗争 包括和股东的关系 所以Uber接下来是还很长一段路要来重整 CEO已经离职了 重组是必定的 那我们看到 他这个CEO的离职呢 主要是迫于投资人的一个压力 好在Uber没有在美国上市 大家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上市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更深的一个讨论吧 是 Uber迟早也有可能是会上市的 应该会的 是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焦点转向上海 来Laura 会带来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分析 好的Nanel 那么本周阿里巴巴在美国底特律 举行的美国中小企业论坛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据悉 这次主题为Gateway17论坛 超过了3000家美国的中小企业和农场出席 甚至有人称 因为这次论坛的举行 从上周末非底特律的机票就已经一票难求 酒店更是被预定一空 甚至美国农业部部长都发来了贺信 马云当然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且向全美国的中小企业主发出了邀请 他表示 中国现在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请一定不要错过 马云说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渴望品质的消费者 先进的支付系统 以及方便的物流 他表示 全球化在过去30年 让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还仅限于熊猫 长城 太极拳 中国现在最应该引起美国中小企业注意的 却是不断扩张的中产阶级 以及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质 UPS的CEO也参加了这次论坛 我们事后审视本次论坛 如果能够增加美国中小企业 在中国扩展业务的意图 那么阿里巴巴自然就是他们进入中国的途径 因此阿里巴巴的股价也在周三大涨3.55% 小盘黄金股 Maligan Gold Corporation 股票代码MAGE 在周二我们提醒当日股价大涨22% 突破了横盘整理区间表现强势 我们认为该股的上涨才刚刚开始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地缘政治问题 特朗普政治不确定性风险加剧 黄金白银将成为避险首选 第二金价稳定上涨 黄金股板块表现强势 第三MAGE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除了让人振奋的黄金生产工厂外 他们还拥有两个优质的白银勘探项目 因此预计MAGE即将实现重大的盈利营收增长 MAGE目前股价收报于0.097美元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中概股新闻 我是Laura 我们下周再见 欢迎回来每周华尔街第二单元大麻秀 告诉你本周大麻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的是卫尔老师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这礼拜呢Nanel这边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跟大家宣布 就是这礼拜是我们大麻秀单元的最后一集 那卫尔老师一样会为我们分析一下 大麻板块的一些动态 因为大麻股我们知道 在明年1月1号加州正式解禁之前呢 最近可能是一些静悄悄的一个状态 所以也因此呢 我们大麻秀呢会暂时的暂停一下 会取代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 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节目 待会我们下个单元会为大家来预告 不过我们还是一样 先请卫尔老师帮我们分析最后一次大麻板块的走向 大麻板块目前的话确实 承认主持人所说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时期 而且呢 整体上的走势相对的比较疲软 毕竟都都在等待市场里的新的消息出现 尤其是川普的政府可能有议员呢 会提出议案来推动大麻或者说汉麻的一个解禁 就是说希望他把它能够跟大麻区分开 这样的话能够推动一个这样的企业的发展 所以说从目前情况来讲的话 还有潜在的一个政治上的利好 在等待着大麻板块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是比较关注一个公司 就在今天早上刚刚发布的消息 就是我们之前很熟悉这个Axim Axim 我们也做过专访 之前的话我们在专访中已经给大家看过 他的这个口香糖啊 是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一款产品 也很受市场关注 那么在今天早上 他已经正式向美国这个专利管理局申请了一个专利 来保护他这个口香糖方面的一个相关的专业内容 我想的话这个专利申请下来之后 就会对他这个产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保护趋势 是 其实Axim他们之前呢 就已经有一些其他的专利 不过这次是提出针对于他们这个 大麻的CBD要素的口香糖 再申请了一个专利 所以Axim他们现在已经是整个生计板块 去年最爆发性成长的股票之一 今年一样的后市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不过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跟Axim 其实有一点类似的 就是上一集为大家介绍的 Cure Pharmaceutical 那本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下集 他的CEO的专访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素 让这一间其实他是专门做一些 药膠带型药片 一个非常革命技术的一个药丸 药片形式的一间公司 他们决定在今年宣布 也要投入医疗大麻的市场 成立五年有五位生物科技专家 共同创立的Cure Pharmaceutical 以新型的胶带形状药片 在医疗市场上展露头角 公司CEO在谈到这个 像是电影胶卷般的药片时 把它和传统药片做了区隔 θINT 쓰는作品非常严重 因为你可以使用 生意的生意 来给供养肺部 chronic气候盘 内之间是中指的 皮革里的皮革 这边是中指的皮革 能胀险的皮革 使用胸皮革肉 是非常多的 compromised的 因为你拍摄很多膠片 有的皮革 的皮革 有过于股肠 然后进入胸皮革 然后就会变轻的皮革 所以你不会收集到 入胸皮革 想打败传统药丸 药片 药粉 含在口腔内的薄膜片 除了药袖传输必须更好 也得克服不同时空下的难题 像是Cure研发了一款治疗非洲疟疾的药 就因为口服薄膜不需要喝水吃药 解决了非洲没有干净水源的难题 取代了传统药粉拿到大量订单 但即使如此 Cure还是在考量公司发展前景下 决定投入医疗大麻领域 It's really difficult to ignore the space because there's been a lot of good, you know, not only ancidotal research, but there's also been good studies being done in Israel, in som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now here in the US as well, for utilizing cannabinoid molecules 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n different disease states. So that that's really key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to recognize that as a company that there's a there's a movement towards cannabinoid molecule treatments, you know,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actually being very successful. You can't ignore the, you know, effectiveness and treatment of cannabinoid molecules and also the endocannabinoid system.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endocannabinoid system? Right. So we can't ignore that. That's a very exciting potential treatment avenue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今年3月,Cure Pharmaceutical宣布投入大麻医疗后,股价更从2元一度大涨到最高8元,现在稳定维持在6元以上关口. Cure can be whatever it wants to be when it grows up,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exciting to investors. So I think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potentially in the market, but I mean, you never know the psychology of the market. 投资人的心态随时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今年股价数字来看,Cure投入医疗大麻领域,绝对是个正确的决定。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其实CEO说,他CUR是他的第五间创业的公司,他一直在生计领域,有非常多年的一个经验,那在CUR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融资的一个状态,但他们的成长跟爆发性的表现都还不错,而且股价现在是在OTC PINK的板块,已经是站稳了6块, 4块钱,转版的这个动能也还算强劲,是不是? 是的,之前的话,我记得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他是迎来了一轮冲高之后的一个迅速的回落,那么现在在这一轮回落之后,他又开始重新向上发力了,现在的话应该是已经占到了将近7块,就6块7毛5以上这个位置,所以说成体上市场对他的关注,还是集中在他新的这个概念上。 新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医疗大麻板块,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新兴的一些生物科技制药的公司,都像CUR这样,他们决定从原来的这个制药技术的革命上,再添加他们要作为大麻的概念股,这对于整个生,整体的生意都是非常有帮助,就像CEO说的,这是一块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领域, 所以呢,在大麻秀,今天告一个段落,但是呢,我们可能再过一阵子,或是明年还会再回归,呈现在各位观众朋友的眼前,那我们这几集,这一个半年来的这些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若大家有兴趣,别忘了上我们中文投资网Chinese FM的YouTube频道,还是可以回头来看我们精彩的大麻秀,待会下期单元即将公布我们最新单元要推出,我老师也会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千万不要走开, 谢谢大家